兄弟们 今天的夜没有白熬 因为蓝网的闹剧终于收尾了 在交易截止日之前 蓝网和费城达成了重磅交易 蓝网送出詹姆斯哈登 尼尔萨普 从费城得到了本西蒙斯 塞斯库里 装神和两个手轮签 哈登短暂的蓝网生涯 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 回想去年 蓝网在一众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拿下哈登 组成三巨头 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结果两个赛季过去了 哥仨加起来一共打了16场比赛 过去几个星期 哈登一直在向蓝网寻求交易 因为蓝网内部的混乱已经无可挽回 简单的说 哈登被蓝网正统派系孤立了 绝技军仔细的回想了一下哈登的这一年 在火箭打了9场比赛 来到蓝网之后 欧文请假 杜兰特受伤 结果自己带队 打出了两个月最佳 季后赛首轮面对绿军 哈登打出了生涯为数不多的代表作 然而四轮第一分钟就拉伤了腿筋 相同的伤势 保罗没有带伤出战 火箭吸绝遗憾落败 而哈登坚持出场 表现不佳 结果杜兰特的携带了一马 蓝网也遗憾出局 这赛季在欧文缺勤了半赛季的情况下 状态不佳的哈登成为了背锅侠 然而最令哈登心寒的 无疑就是他失去了球队的知识 包括那时和杜兰特在内 其他人都站在了欧文这边 在欧文刚复出时 哈登曾开玩笑说 想立刻给欧文来一针 结果欧文立刻表示 自己绝不会打疫苗 然后大家都知道了 那时常常秀操作 和哈登能打出配合的球员 直接被DNP之前的客场之旅 哈登索性小伤大痒 让欧文自己带队 结果今天输完奇才 直接十连败了 在交易进行之前 有消息爆料称 哈登早就想提出交易申请 但因为怕公众的批评 所以没有连续两个赛季主动申请交易 杜兰特随后点赞了这则爆料 他的心里也是五位杂陈 今天早上的全明星选人 杜兰特甚至放弃选择哈登 结果后者又是最后一个 被选中的全明星 回到今天的标题 哈登被交易走 其实对谁都好 对于蓝网来说 他们稳定住了杜兰特 欧文的核心阵容 并且迎来了进攻端的组织者 防守端能够无限换防的本西蒙斯 说来也好笑 被交易走之后 西蒙斯的心理问题立马就好了 下一场人家直接就能出场 而欧文的问题 绝技军绝的 蓝网多半是和欧文达成了妥协 欧文大概率是会和蓝网续约的 毕竟如果不能确保欧文的心意 蓝网也不会赌这么大 并且蓝网也不用担心哈登随时会走人了 在交易之后 哈登已经确定会执行下赛季的球员选项 由于张伯伦的13号已经被退役 所以哈登将会身穿1号球衣 为费城征战 对于费城来说 他们垂涎已久的登地组合 终于到手了 要知道 上赛季费城就一度接近得到哈登 不过他们竞价输给了蓝网 并且 费城没有失去塞布尔和马克西 两个手轮的代价真的完全能够接受 因为这两人对于费城的进攻和防守来说 至关重要 而最重要的是 费城终于甩掉了西蒙斯这个包袱 这赛季他们用这种方式进行好赌 赌的就是本赛季的总冠军 所以啊 这样的结果 对蓝网和费城其实都挺好 对哈登和西蒙斯 也都还好 大家好心分手 也没有闹得不可开交 等到杜兰特回来 看到身旁的新小兄弟 不由的问道 兄弟 听说你也叫库里